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离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割离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赐给他们讲解 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异象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细着四脚从天坠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 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凯撒利亚拆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王约帕去 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 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菲尼基和塞浦路斯 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那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 劝勉众人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那中也一位名叫亚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老丢年间 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 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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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